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讨论的题目是生活事件和压力 每一个人的一生必定会经历不同的阶段和生活事件 我们在每一个不同的生活事件当中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 有些人生的阶段和生活事件可能会给人提供一些机会 并造就了不少人的成功 但是也有一些人在这些事件当中 失落 受挫和患了精神疾病 我总结了一下 人的生活事件和压力可以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 阶段性的事件和压力 每个人都会经历生命的不同阶段 简单来说吧 人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必定要经历一些众有的阶段 从婴孩到了入小学 从小学到初中 从初中到高中 从高中到大学 从大学毕业到早到工作 从谈恋爱到结婚 从生意孩子 抚养孩子 到送孩子去读书 把孩子送到大学 孩子长大了 离开自己了 接着自己退休了 人老了 有病了 无法走动了 这一切都是人生 必定的规律 每一个人都有经过的历程 在学生时代 大多数人都会因着新的生活 繁忙的功课 以及有可能在学校碰到的一些 难以对付的压力和挑战 这些压力不仅仅是在一些 还众的工作功课 而且包括了一些 与同龄人 同学之间的冲突 还有呢 有些人会被欺凌的 因上大学 离开了家乡了 要离开父母了 要离开家人了 不少人也会因为这一些的挑战 和压力 而有发了 消虑症和 忧略症 也有许多人很难接受他们把孩子送到大学去 孩子搬离家庭的这种事实 也无法接受他们已经离退休的事实 让自己 步进了老年 这是一种很艰难的这种事实 所以许多老年人都感到 沮丧和失落 不少人都在这种孤独 忧略当中度过他们的晚年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适应人生的变化 有些时候 有一些生活的改变可能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机会 所以我们必须抓住生活的每一个机会 好好的调整自己 才能提升自己的生活 品质 滇累 偶然性的事件和压力 有些人生事件是无法预测的 比如 健康问题 家庭冲突问题 离婚问题和 善清悲伤的问题 我们来看健康问题吧 这些健康问题是包括自己身体发生的疾病 或者是任何家庭成员发生的疾病 人患了身体的疾病 精神的疾病 不单单自己身体上或者精神上有痛苦 而且还必须失效许多各方面的问题 这其中包括要处理一些妇理问题 医疗问题和经济问题 这一个过程有可能是一个很满长的过程 这也就造成了一种满长的 测试性的 很难遗党的压力 再来看看一下家庭冲突吧 很多的时候 家庭冲突都是会让人挤上和无奈 不同的家庭成员可能有各自的期待和个性 如果彼此没有互相的体谅 不互相的理解 不互相的帮助 那就会对家庭产生了一种很多的负面的影响 会加给家庭的各个成员带来许多的压力 我们再看看离婚的问题吧 离婚是一个令人十分头痛的问题 特别是当这个事情涉及到财产和儿女的分配的时候 更会使人感到记手的 离婚本身对双方都是一种伤害 如果不是用理智的方式来处理 将会对双方的伤害加深 更严重的是会伤害孩子 所以在离婚这个事情上 是一件很受压和痛苦的事实 但是处理得好 大家的痛苦会减轻 不会伤及到孩子 但是如果世界都不好 那就会伤害到双方和孩子 所以在处理伤及到孩子的离婚问题 一定要十分谨慎和小心 我们再来看看一下 善清悲悲伤的事情 失去亲人是一种很难承受的 很痛苦的经历 失去亲人的震惊和持久的忧伤会 使人产生很大的压力 特别是所离开的人 是自己最亲爱的 这里边还包括一些 这位亲人 在得病 需要医治 这一个满常的过程 所以呢 这一些会涉及到一些复礼 临终的复礼 三藏的安排 还有经济的负担 等等的问题 这些都给人带来无限的压力 许多人还无法 适应 不能再跟离世的亲人 见面和交谈的这一种内心痛苦 第三类 环境的事件和压力 这里边包括工作条件 同事间的关系 事业 法律纠纷等等 我们来谈工作条件吧 对大多数人来说 我们在工作场所所花的时间 会多于在家的时间 工作的环境和条件 肯定会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影响的 不好的环境和条件 会使我们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 同事间的关系呢 那就更重要了 这里边包括与善师的关系 如果关系处理不好 给人的压力是极大的 持续性的 是特别的难受 我自己就有切身的经历 我存在一个工作 单位工作 差不多一年是半职的工作 我每天都感觉到一种特大的压力 不是我不喜欢这个工作 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工作 但是呢 压力特别重 我天天都不想上班 后来我干脆辞掉了这一份工 到UCLA去进修 毕业之后 我在一个很远的地方 一个有一百多人 一百个人左右的大诊所里边工作 我在那边整整工作十年 而且每天开吃都三到四个小时 我每天都十分开心 我现在的诊所呢 已经也有十年的历史了 我也不想变动 为什么呢 我和我的老板和我的同事都相处得很好 所以呢 同事之间和善私的关系都是十分重要的 不好的关系会给你造成很大的压力 失业会给人带来日常生活的挑战和压力 失业只会担心日常饮食的问题 房租的问题 贷款的问题 还有如何照顾年幼的孩子 有些人失去了房子 没有工作 只能到避难所去生活 这样的压力是让人感觉到难以喘气的 法律纠纷 法律纠纷会给人带来许多的烦恼和创伤 对那些通过监疫的人来说 每天的生活是十分的艰难的 我见过不少患有疾病的人 他们当中有许多经常要上法庭 而且进出监疫 我们可以想象 一个人如果生活在法律纠纷当中 每天的挑战是极大的 第四类是灾害性的事件和压力 这里边包括意外的吃货和自然的灾害 意外的吃货会导致到人的身体受到伤害 而且也会严重的影响到 伤子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的能力 这里边包括你在工作的表现和如何照顾自己的身体的这种创伤 要看医生 要处理一些的问题 我曾经见过一个患者 他是一个博士 因吃货大脑受伤 完全失去的记忆 他的大脑无法保存任何的信息 他每一分钟都会忘记 你刚刚跟他讲的话 他在短短的五分钟当中会问了我许多的时候 许多是我的名字 意外的吃货产生的痛苦和压力会困扰他的一生 好避免的不幸的吃货 会使他感到特别的受压 而且会造成严重的优异症 我们看一下自然灾害 这新冠病毒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我们每天耳闻 无数的人受病毒的攻击 无数的人在医院里边被抢救 无数的人死亡 人们一直都生活在一个焦虑和恐惧之中 这是现代人类社会当中最紧张 最具有压力的灾害 对于那些在病毒当中 在新冠病毒当中 失去亲人的人来说 生活简直是一种痛苦和悲伤 焦虑和恐惧 压力之大是无法用原意来表述的 人生活在世上 我们每一天几乎都会遇到一些压力 从注意不到的细微的压力 到持续不断的创伤 比比皆是 有些机构就对压力这一个问题做了一些调查 并在会导致人产生压力的50个事件当中 发现了导致人产生压力的前10位是 第一位配偶死亡是百分之百 第二是离婚是百分之七十三 第三夫妻分居是百分之六十五 入狱是百分之六十三 亲属死亡是百分之六十三 人生伤害和疾病是百分之五十三 结婚是百分之五十 结婚是好事情 还是有压力的 八 被解雇呢百分之四十七 夫妻关系不好 然后富好是百分之四十五 退休是百分之四十五 有些人问我什么样的事件或事件的严重的程度会导致到人患有精神疾病 其实是很难做一个笼统的结论的 有许多人由于遭遇到一些重要的事件和压力的影响患了精神疾病 当然一个遭遇到一些严重的事件和压力后会产生精神疾病的可能性会很大 但是我们不单单要看事件的重要性 也要看人的各方面的因素 包括人的承受力 有些人有可能在一些脆弱的事情上就被征服了 但有些人很坚韧的 每个人的抗压的能力和心理素质是不一样的 但是 有好的抗压能力 下面三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 有健康 乐观和正面的生活态度 第二 有良好的应变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技巧 第三 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好的个人性格 这些都非常重要 想要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 好的个人的性格 提高抗压能力 优化生活质量 保持身心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而需要经过长期的建造的 当父母的 一定要帮助自己的孩子 从孩童时期就开始培养建造 在以后的讲座当中 我可能会与各位来讨论这问题 圣经在箴言第四章第二十三节 有这么一个美好的劝勉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秀是由生发出 这里诗人劝告我们 要努力建造一个健康和美好的心灵 这比许多东西更重要 它可以使我们胜过许多的压力和挑战 建造一个美好和丰盛的人生 因为一生的果秀是重新发出 下一讲 我会与各位来讨论有关压力和压力管理的问题 我鼓励患有精神疾病的朋友 要寻找精神科医生和专家治疗 住在洛杉矶的朋友 如想要了解有关精神卫生 和需要精神疾病危机处理和干预 可达洛杉矶县精神卫生服务 24小时日线 1800-854-7771 愿各位平安 再见